我也没有那种野心 他可能跟靠虫讲了 爸爸有跟你说过 哎呀这些事业要靠你们把他守住了 这种希望 他可能跟靠虫讲了 不是我 没有跟你讲 没有 那你自己也会有这样的 就是自发的责任感 所以如果真的要给我去管理的话 我肯定就不会把它丢着 我肯定会管理好 但是我也不会主动说 来全都给我 对我也没有那种野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枷锁 且会其实会影响到你自己平常的 比如说感情生活啊 或者家庭生活啊 赌王和欧生虽有17个子女 但他们在家族中的定位却大不相同 有些子女被委以家族重任 站在权力的中心 而有些子女只需要当闲散的公子小姐就可以了 三房的河超联 对自己在家中和赌王心中的位置十分清晰 当被问到是否想要分管家中权力时 他立马表示 自己不是个有野心的人 他若有机会分配到自己身上 那么自己会用心 但如果没有 则不会去强求 而在他的心中 二方大姐何超琼才是名副其实的家族接班人